灰熊淘汰拓荒者 老鷹濁破籃網 停牌 看到38歲的老飛人卡特 賣命撫冠這球 不少球迷感動到眼眶都濕了 儘管主控康麗臉部受傷開刀 灰熊還是在第五戰第四節 拉出一波17比7攻勢 出場關門讓拓荒者放主架 輕鬆以4比1晉級 第二輪將對上聯盟進攻火力最強的勇士 展開激烈的矛盾大戰 灰熊黑白雙塔合力砍下42分 外帶22籃板5助攻 不過雙塔季后賽首輪命中率 比例行賽下滑 將是第二輪觀察重點 老鷹先發5人得分打2位數 其中3人得分超過20分 在主場擊退籃網 要揮3比2停牌優勢 中鋒O4表現全面 攻下20分15籃板5助攻 和兩抄截兩組攻 是對13人 眾新聞綜合報導 全面張記者 全民做公益 獨家爆料給你們 我經營開 稍微一千元 影片兩千元 做公益給你 實戰機構 無爆料我捐款 請問我 請問我